LICA Q 系列一向都是旅行的最佳拍檔 今次試試新版本的 LICA Q3 4 3 去日本游泳看看效果是怎樣 很多人喜歡來日本 其中的原因是自駕游 駕駛車 游山換水 四圍吃東西 還有就是拍照 這就是絕配 今次和大家試試這個 LICA Q3 4 3 的相機 在拍攝風景方面會不會有時不夠闊 應該要怎樣去補救 一般的情景拍攝效果又是怎樣 另外一半在走商場 走去購物的時候 我們就無所事事 很多時候就可以四圍拍攝點點滴滴 相對來說是挺有趣 挺開心的 特別是這部相機 我拍了差不多五天 感覺很細緻地把你拍攝的東西帶回去了 即是那次的旅行 很多細緻地把你拍攝才能看到 經常自駕游的地方有很多 其中一個景點是漫畫中的秋明山 其實真正的原名是春明山 這裡就有個春明湖 就是夏樹和阿托海一起爬艇仔那裡 有很多看我們影片的朋友 原來是未訂閱我們的頻道的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選擇全部通知 一旦有新影片上的時候 就可以第一時間通知到你了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精彩影片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說這麼快 九日旅行假期就過去了 在這裡我講述 Leica 的Q3、4、3用後感受了 其實Leica 的Q系列 在很久之前已經是有的了 不過一直來講 無論是Q1、Q2、Q3 之前的版本 都是用同一支的鏡頭 28mm 1.7 的鏡頭 配合了AS Picture 的光學設計 可能之前的三代 都是用一個廣角鏡 在發揮Leica 的特寫方面 就不太顯著了 但是當換了這個43mm之後 感受完全就很不同了 主題相對是非常突出 再配合這個APO 的光學設計 令到現場感是非常強烈 去到超乎想像的效果 配合了一個6000萬像的Sensor 其實就跟SL3和M11是一樣的 這個像素就非常夠用 當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大面積去裁切 仍然可以有一個很高的像素 尤其是拍大風景的時候 這個6000萬像就非常發揮到它的威力 很多時候是回到家 用電腦放大來看 才能看到有這麼多的細節 這部Leica Q 其實的重量是非常輕的 在連電的重量是只有770g的 長期帶著它在身上 其實都不覺得是一個負類 還有是配合了Type C 的充電位置 只要你隨身攜帶POWER BAND 就可以在戶外的環境 都可以充電 像我一樣是自駕遊的 車內可以用Type C 去充電 這樣就更加方便了 就算以一個不充電的狀態來說 我試過這麼多天 最多只是用到七成的電 即是說還有30%是可以剩餘的 最浪費電的情況就是拍片 我相信普通人可能拍片的情況 不是那麼多的話 電池的耐用度是會更高的 一般一天的拍攝 我都最多用到50%的電 在這個狀態其實是不需要省著利用的 之前的旅行基本上就一部主機 再加三支鏡頭 相對這個組合來說 這次就是非常輕鬆 43mm相對來說 拍的物件是比較緊湊一些 有時可以拍不同的角度 拍多幾張 當然有些位置可能真的不夠闊 這個情況其實現在的科技就非常簡單 例如Lightroom或者Photoshop 有拼相片的功能 只要你選了幾張相片 然後按一顆按鍵 基本上就可以完成了 如果要拍一個有動態又要夠闊的話 可能就會有點困難 去旅行是一個美好的體驗 特別是去一些遙遠的地方 例如巴黎、倫敦、米蘭、冰島 又或者美洲的紐約、三藩市 其實大大話話都要坐十幾個小時飛機 這麼遠去到一個地方 當然要有些東西拿走 但是過了幾年之後 其實你剩下的東西真的不多了 之前買下的東西 可能很多都不知道去了哪裡了 剩下的只是一個記憶 但是記憶又會隨著時日 會變得朦朧了 最後只是留下一些相片 所以一個好的相機 是一個必須來的 Lekar的Q343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它拍出來的東西非常逼真 就以我為例 我剛剛去完旅行 都是說一個多星期 看照片都覺得非常回味 要計劃一下下次的旅程 還記得我老婆給了一些照片 閨密看 她看完之後她說 哎呀 搞不定 好餓 你的食物照片真的太吸引了 從而可見 這部相機的逼真程度 就真的很誇張 至於這部相機 其實有沒有缺點 我覺得是有的 尤其在很曬的時候 在戶外 有時拍低炒 要反螢幕 陽光曬下來 就會反光 很難看得到 這些情況 就只可以用viewfinder 去解決這個問題 變了一些低炒的位置 就會比較難拍一些 還有一件就是 對焦的問題 原來我之前試過的 其實是真的沒有理解錯的 對焦有時會有點糊塗 有時會對錯焦 但如果對對的話 其實清晰度是非常誇張的 講到這裡 就不如和大家一起看看 我這次旅行 到底拍了什麼照片 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Leica Q343 拍出來的相片 其實都是相片很多 我只會說其中一些 印象比較深刻的相片 好像這個是一個玻璃的藝術館來的 這個小豬是很小 很有趣的 用一個近攝去拍 立體感非常強 顏色的還原 也是非常高的 一些簡單的擺設 也是很漂亮的 拍這個蠟燭 那個火 那個質感也是很強的 而且氣氛也是很好 其中有做五眼六色的燈罩 這張也是很特別的 我覺得那個顏色和氣氛是很漂亮的 我在這邊拍一張 然後走到走廊的尾 又拍一張 出來一樣是這麼漂亮的 還有我去了汽車博物館 有五眼六色的古董車 連擺設的模型車仔 我拍出來都很出色 而且立體感非常強 後來就有去到 Tally Bear Museum 有很多Tally Bear 後來就有很多龍貓 有個女生在拍這個公仔 我看到剛剛有些燈打了下來 照到臉光光了 環境又很有氣氛 剛剛拍到 如果是手動 有機會趕不及拍 這個自動鏡真的可以幫到手 這裏其實是一個立體的模型 但這張照片在拿這個角度 好像拍到劇照一樣 我真的覺得很有型 陽光打在一個無公仔裡 很有溫暖窩心的感覺 另外一個博物館 好像一個日本版的九龍城寨一樣 很古老的東西都放在這裏 一些幾年前的舊電話 舊相機 舊玩具都放在這裏 還有一些古老的車 對於日本來說 有些紀念價值的車都放在這裏 也是佈置在Halloween的擺設 這個就是哥成堡 這個可以扮演公主與王子的橋段 你看到這個日本版的 小小的公主在拍照 當日的天氣都非常好 這張我覺得是頗特別的 有一個前景很細緻的爛藤 入門口位置有一個銅像 連銅像也有眼神 也挺不錯的 還有一些小擺設 好像沒什麼 其實它的細緻度也很足夠 所以六千萬像真的很足夠 你看看這個花瓶 整個都凸出來的 金邊、圖案 多細緻、多漂亮 之前我拍普通的Q3 也有拍過一些銀跡的東西 這個也是出到很細緻的位置 不會一坨去交代 看看抽名刺 其實這裏就是曾經拍過 譚文治D的一條路線 不是在津明山那裏 但在這裏是拿過景 又是九曲十三彎 當然走車我就拍不到照 去到平地的時候就可以拍照 看看細緻度那些很漂亮 有些電單車、私家車都過來遊車 那天剛剛是星期來的 幾乎沒有位置拍車 拿著這個火具型的雪糕 拍出來是特別有感覺的 其實日本已經是開始冷的了 在十月的時候 冷著來吃雪糕 又有另外一番的感受 這個就是津明山那條路 再向前走就去到津明湖 再下就是那些酒店 溫泉酒店 這是其中一個我住的酒店 那裏是噴水池 有些燈打進去 都幾七彩繽紛的 都幾漂亮 立體感很強 現場還原 真的做得很好 這些大光叉的位置 其實真的做得很漂亮 你看燈籠有沒有爆 細節位置 光線、光暗的變化 是做得非常好的 最搞笑的是 人家的自動販賣機 是賣飲品、賣食等 它竟然是有一條 不知道是鹹魚還是什麼 是可以賣的 這麼巧 那裏就有放煙花 幸好趕得切 拍了幾張 原來看到煙花的煙 是比它本身的火光 染到粉紅色 當時是沒有很留意的 回來才看到 原來煙都染到粉紅色 這就是我住的酒店 應該是住這間房 那裏又掛了一些燈籠 又是很漂亮 七彩繽繽 其實這個已經隔了一個玻璃 有些反射在這裡 這個月光也沒得頂 你看這些雲 有很多層次 在酒店房 看回來的火車站 當時已經非常黑了 現場環境還原 也是很漂亮的 真的好像拍戲一樣打燈 這張真的很喜歡 我都猜不到 剛剛這麼巧 其實我都不太看到 有一對情侶 然後一個轉彎的路 然後外面有個路牌 上面有一些屋 哇 完全是拍戲的橋段 這麼巧 這一眼燈 又在一個人前面 打了下去 照光了行人 又沒有其他行人 哇 這張照片真的超棒 好了 說一下市區 這個是一個My Parada的建築物 它的玻璃是拱形的 感覺到是整個拱出來的 剛剛有一輛車 又很搭環境 就拍了一張照片 就算很普通很簡單的場景 拍出來也挺有氣氛的 這些金屬的質感 它又拍得很漂亮的 這個也是現場環境 看到很漂亮 剛剛都差不多黃昏了 有些側光打過來 背部是藍色的 然後這裡又是金屬的 挺漂亮的 這個就真是頂人了 一個飛機和一隻小鳥 是同框的可以 這個真的很特別 但這裡我已經補了不少 因為本身 其實相片很大 我現在是補了 這張相片其實偏小 差不多是1800至1800左右 因為剛剛拿回飛機和小鳥 是同時出現的 除了拍攝人有感情之外 拍攝動物的雕像 它又真的不錯 可能氣氛出得漂亮 它的感覺是挺有趣的 這個我也翻譯了 原來狗媽媽照著五隻小狗 在這個牌裡我就翻譯出來說 當時幾乎做了人道毀滅 後來被志願機構幫了它 之後就幫人 類似香港的狗醫生 即是幫病人帶來開心 因而對生命有一個希望 這個立體感很強 剛剛有燈打到這條魚 立體的感覺 整條魚跳出來 我覺得這裡就真的很像 香港的江南大橋 因為看到有這兩個翼仔 這條橋就叫足地的不知什麼橋 在這裡就看到東京塔 看到那些花真的很紅艷 這個是代代木公園那裡 質感很強 玫瑰的紅色真是紅得很誇張 剛剛有個頭人 又去聞聞它香不香 自動對焦當然簡單 按一下就按到了 這個立體感真的很誇張 整個人彈出來 好像打了燈那樣 立體感和質感是非常強的 之前我都拍過一些銀紅燈 這些位置真的不爆 看到一些細節的 這個臨走在機場那裡 機場它重新裝修過 都漂亮了 剛剛又下雨了 先來下雨都算幸運了 拍到一些玻璃水點 再拍到一個日行的標誌 這裡我是收小光圈去到5.6 如果不是二光圈的話 其實後面是會散光 沒有東西看的了 就是新裝修成田機場 氣氛和燈光都做得挺漂亮的 我看到黑白和彩色的扁翼都不錯 現在就看回郊區的景色 大山大景這些都不能輸 拍一下葉底光 陽光的感覺很強 這些真的很漂亮 走鐵索橋 兩夫妻喝咖啡 在那裡又看到有羊咩咩 真的隨便拍都很漂亮 搭一下纜車上下山 這個是另外一個早上 那天也挺曬的 我最記得拍到這輛車 這就是我們租的車 一般這些車我沒什麼興趣拍的 但是這輛車我覺得很誇張 為什麼沙板位 那些輪廓 這麼出色的 平時不會拍到這麼立體的 當時曬光 我都看得不太清楚 我拍完之後回去看才知道 哇 立體得很誇張 這個也是很立體的 整個人彈出來的 真是 舊式的火車站 這個可樂錶 真是很搶眼 紅壯藍 非常突出 這個呢 我開大光圈 二光圈 那邊走上一些鐵絲網 鐵絲網都打穿了 可以直接看到裡面的東西 沒有東西遮到你 所以那些人說 鏡頭外面有塵 會拍到 在相片裡反映到 其實就是真的不懂 你有鐵絲網在前面 都看不到 這個蜘蛛盒 我覺得很有型 因為它旁邊 都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真的有很多蜘蛛 有蜘蛛網 到底是有蜘蛛盒 還是有蜘蛛 我就不知道了 這個蜘蛛盒也挺漂亮的 又是紅壯藍 正 好 接著最後 不知道大家吃了飯了嗎 就看看食物了 你看到這個 隨隨便便 應該有近攝 這個雨落 突出來了 這個又是 光打下去 感覺到 瓶圓的感覺 這個呢 就是 焦了一點 應該正常 全大小是 九千多 乘六千三百六十 這個就焦了一點點 變得很突出 煙肉 很突出的煙肉 大家先喝杯咖啡 這個去了日光 一個完全不像餐廳的餐廳 外面你不說 我不知道 是在找Google才找得到的 你看看多棒 蛋包飯 這個就是餐廳裡面 真的很古老 很卡式 還去了另外一個 家庭式的酒吧 都幾有氣氛 一張照片 又是把全部東西 又帶回家 吃一下豆腐 這個呢 就不是食物 但是這裡我也要講講 這個是在餐廳拍攝的 頭頂有個燈膽 拍攝一下 貪得意 誰不知它是拍到燈膽的字 當然 EV減少了 但是一般情況 其實這麼大的光差 其實是會 這裡會死光 沒有東西看的了 旁邊的東西 又會很奇怪 就算你的EV值 減少了很多 也好 你再推出來 旁邊的位置 顏色 各方面 是古古怪怪的 這次這個又沒有 它真的可以出到燈膽 上面寫的字 放大一點 給大家看看 是的 看到 燈膽 在中國的 7.7火 100屋 那你就吃慕容 那你會看到 為什麼這麼多慕容 其實我們是叫錯了 因為就算Google Translate 都傳得不太準 那斷鼓 怎知就幾乎好像 李小龍 買了整枱都是湯 那這裡去吃燒肉 哇 這張真的沒得頂 拍出來就已經漂亮 爆了 完全是好像Poster一樣 哇 不懂得說 這張挺有質感的燒肉 還沒落鑊 沙律 那些火很漂亮 喝咖啡 吃拉麵 這個又很棒 很好吃 餃子 這個到臨走 吃完魚生飯 就回香港了 那之前說過 就是它這麼歪 有時候會搞不好的東西 但是呢 其實我是試過拍了 這裡拍了八張照 將它拼在一起 那就可以做到這麼寬 那我老婆在這裡 一直過來 看完 那後來我再做的薄照 是做得好一點的 因為當初不太懂 沒什麼經驗 那這個就是給大家看看 是在觀景台那裡拍出去的景象 那今次說的分享就是這麼多了 看了我這麼久的影片 很多朋友原來不知道我們是有實體點的 那我們有 有拉卡的一系列的鏡頭 以及相機 無論是數碼 或者是片 那至於鏡頭呢 又有R 又有M 又有銀色 又有黑色 還有呢 其實是有全新的貨品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聯絡我們 或者是來我們的店 去了解一下 再者呢 就是說 我們呢 都有一個網站 那如果不是香港的朋友呢 其實可以看我們的網站 在網站直接購買的 拉卡的這部Q343相機 擁有高規格的製式 APO的光學設計 加上43mm的焦距 還有就是6000萬像的Sensor 簡單來說 就真的不能輸的 隨隨便便都可以拍到精彩的畫面 去這次旅行呢 我覺得真的沒有帶錯相機 那如果你們去旅行 其實你們會帶什麼相機呢 那歡迎你在留言板那裡留言 寫回你們會帶的相機呢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有用好看 請你給我讚好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大家喜歡 拜拜